广告这两天,中国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后院起火,美国向该馆发出罪。 后通牒,现全体员工72小时内离境的新闻刷屏华文社交平台,如此。 决绝的逐客姿态,也令党没错愕。 要知道休斯顿是1979年邓小平, 首次访美时造访过的城市,一位微友发帖说,邓小平从美国牛仔手里, 结果牛仔帽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成为中美友好交往的象征,休斯顿称。 为第一个中国驻美国总领事馆,邓小平也是在此次破冰之旅的飞机上, 说出了那句被后人反复咀嚼的话,回头看看,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 人民没有不幸福不自由的,国家没有不富裕的。 然而本周,就在中国外长王毅揭牌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的次日, 美国就对中国休斯顿领事馆发出逐客令,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当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当天跳出来惊呼美, 国是疯了,毫无底线,这倒令人惊讶地发现, 这些中共党媒宣传员们, 似乎真的没料到贯彻习近平伟大思想会结出怎样的硕果。 历史是何其? 相似,一篇题为《走向珍珠港的前夜》,中美如何避免战争?的网文。 这样写道,从去年开始,我就常常推荐很多体制内涉及外交部门的棚。 有,多多阅读《通向珍珠港之路》,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始日十年。 日本前外长仲光奎的《外交回忆录》和《中日战争》中的日英关系。 这四本书,目标不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战争。 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与西方一战的话, 这四本书,集中阐述了外交功。 做的细节,即一个在远东无可置疑的大全国家日本,如何勇猛地激起。 遥远的英美不远万里与之决裂,并走向战争。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 这些外交细节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华盛顿最亲日的商人,政客如何一步步从维持对日贸易变成了力主对日禁运的强硬派,伦敦。 那些最亲日的外交官如何从日英亲善的拥护者,最终变成对日战争部可避免的鹰派。 我们绝不能将这一切外交灾难的源头归结于日本精英的无能和傲慢。 实际上,日本精英并不愚蠢,无论是他的军部领袖,还是他的外交官,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精英,放在今天,都是清华北大,哈佛耶鲁最顶级的人才。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外交在他们的领导下,依然在1941年7月走向了对美战争的边缘, 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向珍珠港。 我们也绝不能将英美政客视为战争封字,蓄意挑起战争。 以毁灭日本,实际上,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极端害。 怕与日本的战争,他们恐惧对日战争,但他们依然走向了战争。 所以,双方对战争的恐惧并不足以避免战争,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知道。 1941年,英美政商界都是真心想在东亚跟日本做生意的。 然而,历史的渊流比任何人想的都要快,也将超出任何人的主观祈愿。 19. 37年11月,在布鲁塞尔讨论日本远东问题的会议上,美国是最不愿意得罪日本的,但到了1938年底,当武汉会战胜利后,日本禁。 卫内阁宣布在中国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美国向蒋介石政府发出第一。 笔贷款,首次站向了日本对立面。 1939年,当日军占领海南河南。 海岛屿的时候,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 1940年6月,当日,本外长广田宣布对南洋享有天然权利时,美国发动了对日本第一次禁运。 1941年7月,当日军进入印度之那时,英美对日本发动了海。 上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当对美谈判无法成功之后,日本最终发现, 它只能走向战争。 从1937年11月,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暧昧。 到1941年11月,南云舰队驶向珍珠港,历史洪流的改变需要。 多久? 不多,四年而已。 这些年来,我翻看昭和日美外交史的时候, 常常最想探明的就是最终迫使日美走向决裂的那个节点, 譬如美国、英国、荷兰、中国如何在1940到1941年建立扼杀日本的 ABCD联盟的,以及哪项事件促成了这个原本只有对话机制的架构变, 成了实际军事外交协调。 更重要的是,哪个事件促使英美下定决心部, 西剧大代价发起对日本的毁灭性禁运。 要知道,英美对日石油禁运后,英国远东尤起, 荷兰印尼尤起,美国西海岸尤起几乎全部濒临。 破产,并面临着日本海军的攻击, 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经济自杀。 知。 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的中美贸易谈判,绝不同于20世。 记得80年代的日美贸易谈判,当前的中美交涉,实际上类似于19。 39年7月至1941年12月7日之前的日美交涉,也就是说, 当中美关系越过某个节点后,就必然会面临类似于1941年7月的日美间巨大制裁风险, 即双方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方,最终不得不走向战争。 中国必须有这个危机意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